今天聊国际我们要大家聊什么呢 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之前我为大家报道过 这个习近平竟然访了人民银行 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 也增发了一兆的国债 我们先来看到国债的部分好了 在10月24号呢 国务院增发了一兆人民币国债计划通过 要怎么用 要安排给地方政府 尤其我们知道 今年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方 都出现水灾的情况 当然这个要重建需要非常多的资金 所以这一兆元要怎么花呢 预计5000亿是在用今年 而在2024就是把剩下的5000亿给用掉 主要是用在天灾重建 但是到底能不能透过这个国债的计划 来改善他们经济的颓势 其实现在正反的意见都有 像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又说了 一兆人民币只占了中国的GDP不到一个百分点 其实你要说创造什么样的经济优化的情况很难 甚至他也跟2008年的经济危机来做比较 他说当时那个力度才较大呢 再来我们来看到CNBC说 其实这笔钱用在地方还不错啊 对地方的经济的复苏转型 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 也有助于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 甚至对绿能还有高端制造这些产业的发展 也都是有益处的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了 习近平不断访了人民行 也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到了这个外汇管理局 就要了解了3兆美元的外汇存抵的细节 将开闭门的金融政策的会议 这个未来的潜在政策方向 大家也都可以来持续观察 不过关心完中国大陆的经济 当然政治层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惊传世事的消息享受68岁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局 非常担心的是余波荡漾 尤其现在网上流出 有很多大学都被通知是禁止举办 线上或线下追到李克强的活动 一名巴巡老翁在祭奠李克强的现场 气不成声 中国大陆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 一开始只在他的故居安徽合肥 三天之内扩大到多个地方 尤其河南郑州 这在郑州的迁徙广场 民众立起的李克强一照 围绕着大片的花海跟大量的追思卡片 有人写下 人在座天在看终究会滚蛋 集权独裁必将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同时不止在郑州 在成都以及福州的公园 都有成堆的悼念花束 但是根据留言 当晚就被警察收走了 而目前在郑州花海还没被撤掉 但周遭却临时安装了多支监视器 疑似专门监控追到的民众 另外校园方面 香港大学跟南京大学 都有学生献花跟点蜡烛 因此让官方绷紧神经 根据海外社群S平台 上海的交通大学 导委办公室要求 做好近期的校园维稳 坚决不允许任何线上线下的不当言论 密切留意校园内任何聚集性的悼念活动 山东某大学同样禁止 而山西某学院更说 这是敏感的政治时期 甚至传出有人预约参观天安门 被约谈建议最好不要去 而根据BBC指出 北京当局对于将举行的李克强官方仪式 预计非常谨慎 以免稍有不慎引发过多同情 与当前政府的路线相冲突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台湾选举的敏感时刻 傅之刚也无预警的遭到中国 调查但学者认为说可能会轻轻放下 但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从政治的原因来解读的话 第一个摸动程度会让所有的台商 有关总统立委的捐赦 可能产生一点作用 还有其实现在台湾在讨论的 就是蓝白和马 现在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希望 这个非绿集团的有效整合 但如果郭台铭持续参选的话 真的会加大难度 所以他是认为这当中比较调诡的地方 还有不排除有可能跟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房地产不振 很多的地方税收也都不好 所以根据这个 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 张武玉的看法说 这一次调查富士康 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克组 最后呢应该会轻轻的放下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呢 其实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范骨本身是非常具有 艺术特质的一个画家 他的画作当然非常精彩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VR 更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范骨的笔触像是他的正字标记 点点油彩大胆冲突 即使不见容当时的审美 依旧坚持描绘他看到的世界 这幅树根 错节 盘根 融合出范骨的心有千千节 有人形容这是幅彩色的告别性 的确这也是范骨的最后一座 田园风光 人物速写这些风景 都来自于范骨人生的最后两个月 既是饱受病魔摧残 却是最多产的时刻 每一幅都像是留给世界的情书 另外一个了解范骨的途径呢 是利用VR眼镜 现在我们一起来进入他的世界 你可以摸到这个颜料耶 立足范骨的调色盘 我们走进画座里 麦田群鸭变成色彩风暴 或是跟着树根陷落地面 感受绝望与不安 我们会整个人下降 然后就是往上看那个树啊 树根树精的那个地方 就会觉得 就是其实人是很渺小的 真的是贴近的在看 好像我在创作一样 其实我刚刚看的时候 我真的急急 对 因为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是可以了解 感觉他可以了解 他在创作时的那个心情这样 就是你完全可以摸到他的笔触 然后又可以再创作出东西 把平面画作打造成 360度无死角的沉浸式体验 视角置换更能感同身受 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破天荒 公开展出范骨人生 最后两个月的73幅画作与书信 更与VIVE ARTS共同合作 邀请民众走进范骨宇宙 这就是我们的根源 我们必须是新的 我们的画家也新的 我们的画家也新的 我们不想这展示 除了虚拟实镜就是VR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那尤其在表演艺术上面 其实对于混合实镜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那当然也是因为硬体技术的这个提升 所以可以做到很高画质 然后非常融合实镜的一个表演形式 结合科技 所以我们在将来的案子当中 我们就会开始运用这样的技术 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内容 那主要是以混合实镜 也就是结合真实的表演 真实的场景 真实的舞者 然后再搭配所谓虚拟的 这些内容跟互动 艺术为体 科技为用 用艺术家的创新视野 突破虚实繁离 看世界 TVBS新闻 欧国强彭聚 巴黎 彩方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你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